台湾近视人口超过了1300万人 比例是全球最高 很多民众就选择近视镭射来矫正视力 像是人气啦啦队女员 林湘也做了德国新型的 微创近视镭射 人气啦啦队女孩林湘 在台上和队员活力热舞 完全看不出来两个月前 她才做了近视镭射手术 因为我自己的工作 常常时程会超过12小时以上 其实长期戴着眼镜 眼睛都很干 然后会一直味光流眼泪什么的 尽管既是200多度 对生活不算太大困扰 但工作时间长才选择雷射一劳永逸 尤其现在最新技术精准安全恢复快 让林湘直呼实在太方便 其实我只有当天结束之后 蛮味光的 我回家就睡了三个小时 张开眼睛 我觉得世界就像全新的一样 太舒服了 连锁眼科观察到近几年选择 微创的近视镭射人数越来越多 大手臂引进升级版设备 功能全方位进阶 非常快 只要10秒就可以完成 相对于过往的 smile大概23秒 它在效率上的快 可以大幅的减少 患者的焦虑紧张的一个情绪 最新仪器采全数位化连线 能够在术中预测及辅助医师精准定位 患者四周 大幅提升疗程精准度 医师也提醒患者眼睛条件的术前评估非常重要 比如说角膜的厚度够不够 那要吹冷气 导致眼睛比较偏干的话 这种时候我们通常就会建议病人 他可能可以选择这个伤口 切口比较小的 尽管最新近视雷射技术 恢复其短 伤口小 但仍要维持良好的用眼习惯 每半年定期做视力检查 才能持续维持清晰好视力 东森新闻丞相宇 萧敬云在台北采访报道